Bonjour les amis 今天我来到了法国 靠近巴黎附近的莫娜她家 大家知不知道什么莫娜 莫娜就是在法国非常有名的一个画家 她现在的画的话差不多一幅画 能卖到一千多万欧元 她比较有名的几幅画 什么比如说《日出》 我最喜欢她的一幅画就是 Le Vieux de Montague Fête 这幅画颜色非常好看 有很多这种法国籍 好了 现在我们就来到她家院子前面了 准备到她家里面去看一下 这条村间小道往前走 就能到莫娜的家门口了 这个村间小道还是非常漂亮呀 很多植物 这里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景点 所以说一到周末平时都会有很多游客来 这里人还是蛮多的 我们去前面买票 买完票之后就去莫娜她家玩一会儿 好了已经到她家门口了 莫娜她家莫娜花园 我们进这里买票 这里要排队买票 这里写的成年人的话11块 然后7岁以下的小孩是免费 7岁以上的小孩的话是6块5 一走进这里面就是一个纪念品商店 可以买这些莫娜的这些作品 印的杯子啊 画啊 好我们现在往前走 借莫娜她家 好多人呀 一走出这个纪念品商店就是莫娜的花园了 好啦我们现在已经来到这个莫娜的花园里面了 大家看这一片 很大一片都是她家的花园 好往前走 找到她的房子 去她家里面逛一圈 看看她家里面长什么样子 往前走往前走 这里就是她家门口了 哇她家门口好多人要去她家里参观呀 去她家里参观还要排队 好啦我们现在就去排队去她家里面看看吧 这个莫娜她家 哇这边的花园就正对着她的家门口 这里就是进去她家门口了 好啦我们来到了她家里面了 哇第一个房间就是这种淡蓝色的 好多人呀 然后墙壁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画 很多这种日本的画 这些都是日式风格的 哇好多人呀 人挤人 这么小个房间里面至少挤了20多个人 这就是法国这种老房子 好了我们现在排队往里面走 好了我们现在来到了另外一个小房间里面 哇很多这种日本风格的画挂在她的墙壁上面 日本鲤鱼 我们来参观一下 好现在去下一个房间 这就是她的作品了 这一个房间里面 莫娜的作品 哇我们现在仔细的看一下她这个房间里的画 很多油画 很多这种画都是在法国取得景 很多这种教堂都是卢恩的那些教堂 哇这个楼梯好小呀 还在拐弯的 一阵往上 去二楼看一下她的卧室 好了这就是她的卧室了 应该 这有一个单人床 墙上还都一样挂满了油画 各种各样的油画 法国老房子 好现在走到莫娜的窗户边看看莫娜的花园 从二楼俯视一下她的庭院 一百多年前莫娜就在这边看着自己的院子 寻找灵感 大家看法国这老房子的开关啊 是种转的 转的开关 好我们现在又来到一个小卧室 这里有一个小的双篮床 蓝颜色的房子 哇找到一台一百多年前的佛论机啊 好老呀 这个应该是她自己的卧室了 应该 这里有一个双篮床 好了二楼就逛完了 我们下楼 好了我们现在来到楼下 这边左拐是一个黄颜色的餐厅 柠檬黄 柠檬黄的餐厅 好了过了这边就是她的厨房了 蓝颜色厨房 哇好多锅呀 一排锅 哇厨房蛮大的厨房比房间都大 哇这是老式的这种炸炉 它下面是烧那个木炭的 厨房还蛮漂亮的 小瓷砖 小瓷砖 小桌子 好了我们现在从她的家里面玩玩出来了 她家人人太多了不好玩 现在我们就到她的院子里来逛一圈 莫娜的花园 哇它这么大个花园打理起来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啊 这么多植物 这么多花花草草 她这里种了几百种花 有可能只有上千种花卉 哇这里还有苹果 好了我们现在一路穿过她的花园 到她的后花园再去逛一下 这是她的前花园 然后到后面有个小湖 是她的后花园 她的花园好大呀 各种各样的花 漂亮是蛮漂亮的 好了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花园的另外一边 是她的后花园 后花园里面有个小湖泊 还有小溪流水 好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她的后花园 她有一幅作品就在这边画的 我们现在漫步在这个小路旁边 这小路旁边就叫小溪 小溪的流水还是很快 细水还是蛮干净的 好我们现在来到她的后花园 这个小池塘旁边 她的一个作品就在这边画的 画的就是这个池塘 她家后面有这么大一个池塘 里面有很多这种荷花 好了今天小逛了一圈的莫娜她家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胡子老板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订阅点赞加分享 我可以在这一圈里吃很好看 谢谢大家 我们下降这个视频 我们下降这个视频 进食级